阿露哈 大家好 我是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也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來打一下喔 因為我們最近的話是有發掘到一個新關卡嘛 我們這邊也鑑定完畢了 那最近的話 哲平會先把我們這個巨大生物強襲的關卡 先打到他的...就是最後一關 然後再來拍給大家看喔 不然其實一直在打我們這個巨大的海豹強襲 大家應該也看膩我們這個巨大海豹上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目前還是說巨大生物強襲的第一個驚嘆號 我們已經打到20關了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第二個驚嘆號的話 好像是打到了...欸... 打到了37關...呃...38關了喔 所以進場再打個幾天的話 應該就可以了 而且還有剩5天的時間喔 那不知道大家都挑戰到哪裡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鑑定一下我們的關卡啦 又是一個全線關卡 精神與時間的洞窟喔 好不好 精神與時間的洞窟的話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修行時刻 這是極難關卡 好不好 裡面有6個問號啦 百分之百可以獲得我們各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萬的茶皮喔 所以算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生物 修行時刻 極難 不會是功夫伯伯他們吧 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們就先來試試看喔 那目前來說這個關卡是可以一直給你打... 就是挑戰啦 基本上它可以挑戰到24個小時 所以一直一天的時間給你挑戰喔 我們就先試試看 我們用一下我們最厲害的隊伍 如果是我們功夫伯伯的話呢 我們應該要帶上我們的好鬼吧 我們用這套隊伍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剛好賭到波動傷害的隊伍喔 來 修行時刻極難關卡 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唄 好 那最近的話基本上都可以挖掘到一些關卡啦 所以我覺得貓戰在設計關卡上面也是 非常的用心 阿怎麼是你們 哼 阿怎麼是你們啦 所以這個關卡的話是我們黑色敵人部隊是不是 然後最近大家如果有看哲平的YT社群發文的話 就會知道我們的日本版本又出現了很可怕的生物喔 是我們的不死的海蝶 欸 那不死的海蝶的話應該最近有機會應該也快要登陸台版了 所以到時候如果有的話我們再來把他給打敗看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那個黑眼睛系列又 日版好像又多了一隻吧 就是我們災難少女的那個黑眼睛狀態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那隻好像是可以抗獵撲的 所以哲平的話應該會想辦法把他拿出來吧 因為我們目前來說是一直卡在我們的那個 卡在我們的那個 哇塞 等一下 卡在我們的那個 欸等一下這是黑到白到是不是 欸這兩個顏色其實還蠻搭配的欸 我的天啊 天使敵人再加上我們黑色敵人 這根本就是黑到白到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次的話我們應該會直接敗陣喔 哇~~ 最近感覺好像錄影都很容易敗陣啦 雖然這是我的風格好不好 沒有關係 這邊的話我覺得應該要帶上就是 黑色敵人再加上天使敵人的一個隊伍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沒女神也要帶上去喔 先來調配一下我們隊伍喔 黑色敵人部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喔 基本上應該 欸這套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再加上幾隻能夠打我們那個 天使敵人傷害的喔 我記得上次我們抽到那個狙擊手是不是可以打天使敵人 來看一下喔 基本上很少讓這個狙擊手登場啦 看一下他今天能不能登場一下 我們這個天才殺技喔 不死跟紅色 他只能打異星啊 那你今天又不能當場了 掰掰 GG 呵呵呵 那我最近的話也有把我們雙掌星升到我們3階 看一下雙掌星喔 雙掌星這邊黑色敵人跟異星敵人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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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讓雙掌星登場 因為最近打我們那個活動之後的話 就是打我們那個活動關卡之後拿到很多的破盒啦 所以我就直接把我們這個雙掌星給他帶上去了 我們看一下喔 雙掌星這次三階進化之後 衣服感覺變得非常可愛喔 我們就讓他們登場一下 那還是要帶幾隻能夠打天使敵人的喔 看一下天使敵人的話要帶誰 天使敵人的話呢 我想想啊 基本上我很少在那個 喔 要帶金嘎用好了好不好 欸不不不 帶初音好了 初音我記得好像也可以打天使敵人喔 對對對對對 帶個初音啊 沒有問題 天使敵人出來 然後 剛剛有說要帶美女神喔 所以一定要帶個美女神 不然其實後排輸出啊 因為有帝王啦 有帝王基本上的話我都會帶個美女神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帶個初音 然後把我們的那個 換成我們的那個 把真理心村換成我們的美女神 然後 這個 為什麼會帶那個勒 為什麼會帶薩滿貓 戰鬥貓換成我們時空女神啦好不好 基本上大家都說 要證明你是不是很久沒用時空女神了 對 我很久沒用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讓他登場一下 今天順便看一下我們的雙掌星的威力喔 好 黑色敵人部隊的話呢 基本上前面的話 如果我們有炸彈貓的話 應該不用緊張啦 我們就是慢慢用炸彈刀來存一下錢喔 然後我們還有帶上 小技章應該是頗ok的 然後待會就可以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全新三階雙掌星的威力好不好 我們的雙胞胎三階啦 因為最近薄荷這個是有點太多了喔 好 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炸彈貓 暫停給他站起來 然後剛好我們的小技章這邊也可以打天使敵人啦 所以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等下我們有經濟之後呢 我們就叫幾隻就是比較厲害先出來 我覺得要先叫龍攻獸師外先坦一下喔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陣線是有點被推到的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們這邊稍微先穩住一下喔 給我們錢 給我們錢 你怎麼覺得我的錢變好少 來龍攻獸師先出 然後繼續疊 然後只要能夠把他們給打死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打死之後我們就可以再叫出我們的雙掌星 來 哇 結果好可愛喔 他已經直接被龍攻獸擋住了 突然想要 欸 給人家表現的機會啊 阿龍 阿龍 給人家表現的機會 哇 尷尬了 雙掌星這邊直接 直接被控住了喔 小尷尬 這邊他完全 完全沒辦法那個了 然後時空女神出來暫停一下啊 哇 這邊雙掌星 直接被一個擋住 我們可能要重新叫一隻出來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蠻ok的 那這關基本上的話 裡面的那個生物就是我們黑色敵人跟我們天使敵人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的配色的話做的還挺好的喔 然後我們這邊連我們的老婆 那個 欸 白無後頭出來了 欸 沒問題 然後這邊我們的時空女神也是暫停到了 暫停之後看一下能不能把天使馬給解決 解決之後我們應該就更容易 輕鬆的可以把我們那個就是 地王給他暫停到了喔 好 我們這邊的雙掌星跟時空女神 都被擊退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盡可能的等一下我們那個龍攻獸也被擊退 然後叫一下我們那個雙掌星出來喔 欸 我不知道是先出還是後輸 會就是讓角色可以在前排 就是在第一個畫面這樣 我們看一下喔 哇 又被擋住了 哇 完全不給他表現的機會欸 你們 你們這兩隻能不能讓個位子啊 人家第一次出燈檔就直接被擋住所有的那個 曙光 好可憐喔 沒關係我會讓你在封面登場的好不好 大家不用緊張 雙掌星的話感覺攻擊距離還是稍微有點比較 近一點點啦 所以他會吃到那個就是地王的攻擊喔 但是感覺他的輸出應該也是挺好的喔 好 這邊把初音叫出來了 哇 初音這邊好像被白無後擋住了 感覺不知道他的那個位子欸 因為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我們雙掌星好像都一直是在我們的後排的位置 然後初音這次好像在中排吧 他可以擋住我們那個龍攻獸喔 還是其實跟我們的那個有關係啊 是不是跟我們的那個有關係 就是我們先出角色還是後出角色有關係嗎 我不知道 像我們美女神的話在這邊 所以美女神先出來的話一定是在前面是不是這個意思 欸 感覺好像 好像有可能喔 欸 跟你排陣的順序好像是不是有關係的啊 因為你排陣如果排在 就是第一隻的話就是更容易出現在前排是不是 有這種東西嗎 這我是不知道啦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拿一個關卡來試試看好了喔 原來是有這種東西的是不是 來看一下 這邊打個臉軍好了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喔 臉軍的話基本上要用我們的那個龍捲風部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那個說法對不對喔 因為像我們剛剛的話基本上 就是你放在就是第一格角色的話 好像就會出現在前排 因為像我們剛剛初音是在放在我們的 呃第二頁的第一格嘛 那我們這邊如果把我們龍捲風貓貓放在 這邊的話應該就不會被擋住了 然後我們的那個誰 我們來試試看喔 因為我自己也沒試過喔 我自己還蠻好奇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漂亮的雙掌心組合 讓大家看一下他們的那個 融之喔 這樣的話應該沒有什麽問題了 來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子的吧 感覺啦 來吃個起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都想知道就是他到底是 如何出角色會直接出到前排或是後排 這個我就不知道 那目前來說我們要先出那個龍捲風 龍捲風出出來的話我們就可以在那個了 沒關係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那個 雙掌心的融之喔 沒關係我們先出這個 然後看一下後面的小貓是不是蓋過他 好像還是走到他前面耶 就好像不是這樣子派的耶 不知道耶 好難搞喔 這遊戲到底要如何讓貓咪正常亮相呢 我不知道耶 有點困難耶這個感覺 要失敗了嗎 哇 怎麽這麽衰 欸 欸他咬到那個然後沒有爆 沒有那個耶 沒有破洞耶 好險喔 終於還有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雙掌心了 就是這樣一個是穿白色襪子 一個是穿黑色襪子耶 而且很可愛有沒有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書包感覺有點升級了 這個真的是比他那個就是原本的階段還要再好看一點點 而且基本上我很喜歡就是他們角色就是 升階之後會有顏色啦 所以這兩隻角色的話 增機是 很可愛喔 所以大家可以來把他升級進化一下 不過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麽讓就是那個 你知道嗎 就是讓我們那個貓貓在前面 因為像剛剛那個排陣的那個位置好像 也沒有那個那個 好像也不是那樣判斷的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呵呵 到底是這怎麽判斷的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就是新的這個關卡 好像是什麽精神時間的 忘記他的名字有點長喔 然後基本上 打這個關卡裡面的話就是我們黑色敵人再加上天使敵人 然後今天也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那個雙掌心的三階進化 我覺得真的有上顏色的角色真的是很好看許多喔 那大家覺得我們這兩隻雙胖胎有沒有真的很可愛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大家如果知道一些就是 如何先派貓貓或是怎麽樣 然後讓他們不會被擋住的那些小技巧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這邊 因為我是還蠻想要知道 到底是先出貓貓會比較容易在最前面的位置 還是先後出貓貓啦 這個大家應該也沒有什麽在研究吧 因為這個感覺好像也沒什麽需要去研究 反正就是出貓就對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今天秋來秋情玩到這邊啦 那最近的話 哲平還是會努力繼續先把我們 就是這個巨大生物打到我們最後一個關卡 那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最後一個關卡到底有多麽的可怕喔 目前來說我的這個第三階已經打到51了 所以還差8關 差9關 那每個每半個小時都可以打一次啦 所以我會慢慢的去把他打通的囉 那沒打通了沒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貓貓貓囉 平常時間中的設定跟晚上 我就把晚上氣氧成績結束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那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大明星期錄